Hello大家好,我是曾小妹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深圳看牙的青路历程 为什么一个香港妹子要来深圳看牙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香港听过一个广告 是猪咪咪的 洗牙当然要选深圳啦 我们小时候电视上就一直看到这个广告 然后就会潜意识觉得说深圳看牙、深圳洗牙是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不在香港看牙医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香港太贵了 我付不起那个钱 他帮你照个X光呢 就要一千来块或者两千多块 比起在深圳 虽然它也是一线的城市 可是呢 香港绝对绝对比深圳贵很多 以前我们小时候呢 在香港它是有一个学生体检的东西 然后呢 会有包看牙医啊 可是呢 自从毕业之后呢 我对我的牙齿就是完全处于一个放置的状态 也就是它有病 我也没有去管它 如果牙疼的话 那我就吃一点消炎药 如果牙齿黄的话呢 做过那些什么蓝光啊 照来照去 然后把那牙齿的亮度调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牙齿的状态是这样的 那我把牙龈给你们看 因为反正我的牙齿呢 其实也没有说那种掺刺不起 也没有说很黄 没有严重的蛀牙 最大问题就是我这个牙龈啊 我这牙龈呢 经常会很整 有时候刷牙会出血 苹果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是好久没有一整颗这样咬了 因为每次一咬就会碰到牙龈了 我就会流血 很难看 这里有一张我以前拍视频的照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那牙龈的发炎程度是挺严重的 就是很肿 这就是传说中的牙周病 牙龈发炎 有时候还会觉得是自己刷牙会不会太用力啊 所以呢就减少刷牙的次数 那我有一阵子呢就是早上刷牙晚上只用漱口水 就是消毒一下口腔就算了 自己折腾了很久就一直治不好 然后就有时候笑起来的时候很尴尬 那现在就不会啊 因为我现在已经治疗完了 那时候呢又问过身边的朋友说 那洗牙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洗呢 就是我牙龈有问题吗 牙周病 然后他就说其实洗牙不太好 就是不要经常洗 不然呢会导致那个牙齿的表面脱落变得敏感 对牙齿不好吧 然后我又不懂 从来都没看过牙印的 所以我就迟迟没有行动 也是最近呢 因为贾大夫他有需要 他有刚需要看牙印 所以呢我才被他拖着去看了 然后刚好呢我们家楼下呢 又有一家牙医诊所是新开的 它又会呢超级便宜 那价钱你们听到是会哇一声 我的牙周治疗呢是花了差不多一千来两千块左右 然后呢贾大夫呢 他其实牙齿一直都有很多问题 又有注牙 然后他又要种牙 然后他又有那智慧齿要拔 他总共就花了一万多块在这个牙齿 不过其实这个价钱来说呢已经是很便宜了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种一颗牙 起码三万起跳 就你还要看那个牙的品质好像有分什么韩国啊美国啊 就除了医生的治疗费麻醉费 然后牙的费用 然后牙那个丁的费用 反正就很烦 我可以播放一下我们去深圳看牙医的一些flow给大家看 那我那时候呢我的牙周治疗 其实我是没有拍视频的 因为里面好像不能拍 所以呢我就自己 所以我现在呢就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吧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恐怖 可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不痛 就是肯定是痛的 尤其是你打麻醉针 哎呀是你打麻醉针的时候 哇超级恐怖 那个针头是直接插进你的牙齦 然后注射 然后你的嘴就半边麻了 惧怕的心理 幸好呢那个牙医是一个挺耐看的小哥哥 不然的话我应该会哭出来 就是你听到那个转的声音啊 你就会 你就很难受啊 然后呢因为打了麻醉 所以完全没感觉没什么其他问题 所以就是好像洗牙的过程 只不过牙齦治疗是洗牙的再进阶 再生成一步 看完牙医之后呢 他也给了我几个建议 就是你一定要做 第一他说我不懂得刷牙 我刷牙的方式是错的 所以呢他建议我暂时不要用这个电动牙刷 先学会用手刷再去用电动牙刷 后面牙医也告诉我说最好不要经常用漱口水 反而一定要用的就是冲牙器 冲牙器有分这种手抓的还有分这种台式的 那么大的冲牙器呢我根本就不需要再买第二台 我就要等香港开关我要拿回我那台冲牙器来用 那我现在呢暂时呢就买了一款很迷离很小的 这个是主体的部分 然后呢你会这样抽出来 这里就是注水的地方 然后这里开口呢就是进水 喷头呢就是这样安在前面的 用法呢就是对准牙龈这样 就是你这个喷头肯定是要碰着牙龈这样弄 我平时就是这样弄 然后弄完一圈之后呢 然后就吐出来 记得一定要冲洗牙缝 牙龈跟牙齿之间的那个最敏感 你看越肿你越要冲它 每次一冲呢你肯定肯定会发现 吐出来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脏东西 那一些就是你平时吃饭的时候 然后刷牙刷不到的地方 就是要靠冲牙器去冲 不然的话呢那个食物残渣呢留在你牙缝里呢 它会滋生成细菌 慢慢也会形成这个牙结石 直接影响牙龈的健康 如果你是没有用过冲牙器的 就可以用最小的度数 当然小孩呢都可以一起用的 如果你要跟情侣啊或者小孩子一起用的话呢 一定一定要记得分开你的冲头 尤其是大人跟小孩 就是我去我亲戚家吃饭 他大人跟小孩的汤食呢或者是餐具呢一定要分开 因为可能就是有细菌嘛 我其实我不太懂 反正我就知道亲密接触的东西是一定要分开的 平时呢用清水就够了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加一下这种漱口水或者是这种冲牙水 然后就加进去 然后再套一些清水进去 好了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最后呢想说一点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有牙龄出血的问题 该看牙医的话呢还是要去看看的 这种牙周病的话呢 如果到严重的程度呢 它是会直接一整颗自己掉了啊 你也不需要把牙都是自己掉了 然后你就要种牙 种牙是更痛更贵的 所以呢我是挺推荐我香港的朋友们呢 来深圳看牙 你会觉得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尤其是我现在住在这 我楼下就有牙医 我有什么问题 我就可以去找他 你只付了一笔治疗费之后呢 他的售后服务就是他的 术后服务也是挺好的 就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不停的关心你 然后有问题的话呢 他也会帮你再次弄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观众分享 我们下条视频再见 拜拜